上半场进行强攻可能没有用这个空中动势来强攻 那么下半场呢 如果是领先甚至是落后或者是落后 那么 郝海东的上场就会体现出他的快速反击的这种前锋型的作用 那么好了 我们来欣赏这个现场的情况 谢谢大家 好 观众朋友们 现在中国队同阿曼队的比赛呢 已经开始了 大家看到穿着白色球衣 首先开球的这是阿曼队 中国队穿的是红色球衣 从我们刚才屏幕上看到 中国队的首发阵容 中国队封线上是杨晨和谢辉 作为组合 中国队的门将还是江京 四号是中国队的 左边后卫吴成英 七号是右边后卫 孙纪海 我们看到离铁能然是出现在了 后腰的位置上 因为现在我们正在和前方的进行联络 等一会儿呢 这个前方评论员的声音呢 将要传过来 阿曼队这个队从他的在小组赛 和在第一场与卡塔尔的比赛来看 他们主要得分手段呢 恐怕在与中国的交方当中 主要是定位球 所以中国的今天比赛里边呢 首先要注意 特别在禁区前沿 要少犯规 同时对对方定位球 这个突然启动 要注意拼抢第一落点和第二落点 为此中国教练组呢 和米鲁争的维席 今天是专门做了 相应的准备 实际上阿曼队对卡塔尔的第一场比赛当中呢 也给我们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队的身高力量 身体素质都比较好 而且呢 以技术出众 像您所介绍的一样 这个队的脚法比较细腻 定位球也是他们的进攻威胁 那么实际上这个队啊 阵型是352的阵型 在进攻当中 他的攻击点 他的威胁点 主要是四个人的防守反击 也就是他的中场球员的后腰和前腰 一个是塔基 一个是法兹 这两个球员 加上封线两名球员的四人组合的攻击力 传切配合非常熟练 那么给卡塔尔队呢 增加了很大的进攻压力 那么今天中国队在客场 打阿曼队 那么对我们中国队应该说是一个比较严峻的考验 今天据了解呢 在前方啊 这个白天的气温呢 是在三十七八摄氏度 但湿度呢 是比较大 达到了将近百分之八十 在傍晚呢 现在的气温大约是在三十三摄氏度左右 今天中国队从现在场上队员来看的这个阵容啊 除了封先生换了谢辉以外 其他的队员呢 都是在沈阳 与阿联酋队第一场比赛时的首发阵容 门将是江京 后方线上是李伟峰 三十一 单是中后卫 两个边后卫是孙建海和吴承英 前卫线上是 右边前卫李小鹏 左边前卫是马农宇 打前腰的是西红 丰先生是杨晨和谢辉 那么中国队呢 在第一场比赛主场战胜 阿联酋队以后呢 给我们也确实留下了 一个惊喜 这个惊喜 也说明国家队呢 在这种大赛面前呢 没有因为兴奋而技术变形 同时也没有因为大赛前的紧张 而出现动作技术的变形 整个比赛打得非常有节奏 在两分钟开局 就获得了一个很好的得分机会 那么使接下来的比赛 由一个球垫底的情况下 非常好打 而且在上半程45分钟当中 确实打得非常的精彩 给我们留下了精彩的一幕 那么今天作为封线上 谢辉踢下郝海东 那么主要考虑到今天是客场作战 那么谢辉呢 在德国踢球打客场的经验 身体力量比较丰富 那么对于阿曼队来讲 应该说今天这个阵型的安排 是非常有他的独到之处 再有一点呢 阿曼批竟是这个小组 被公认最弱的一个队 郝海东现在从体力来看呢 也不肯充 他因为身体有伤 在这种情况下呢 太谢辉来打首发 这样在冲击对方 在对方体力下降的情况下 在下半场适当的换上郝海东 这样可以起到更好的作用 从阿曼这支球队来看 由于他都是又业余球员组成 再加上球队比较年轻 可能一开场呢 冲得很凶 但这个队的体能啊 不足以支撑90分钟的比赛 所以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面呢 也专门做好了各种准备 包括比分领先怎么样 胶齿 僵齿怎么打 比分落后怎么打 实际上啊 今年这届世界杯外卫赛的阿曼队 并不是98年曼谷亚银会上 中国队打他6比1 那个情况的阿曼队 那么从第一场打卡塔尔看 那么这支阿曼队呢 应该说是 虽然球员是业余的 但是在比赛场面上来讲 应该说是 具有一定的职业 这个足球技术的能力 特别是 他们这个四个人的组合的传切配合 相互之间的位置打得非常好 反击速度非常的流畅 那么身体的接触的对抗能力呢 也有 而且今天呢 又是在他的主场作战 气候天气对他比较适应 很有可能他们在比赛当中 打出他们的这个超水平 甚至高水平的比赛 但是中国队呢 现在气势正旺 那么可以说打他们这个动作 像你介绍那样 谁先得分 谁尽早的得分 对比赛 那么将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局 现在来看看 这是阿曼队在进区前沿 在做配合 这个在封线上 他这个主要是 开场之后 这14号打比特 非常活跃 这也是阿曼队当中 最危险的一个人物 中国队 这个队的水平如何 在整个十强赛当中 中国队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除了主场之外 客场的因素至关重要 所以衡量一支球队的水平 高与低 是否真正称得上是一支强队 关键还看他的客场 中国队的小组比赛里边 主客场表现是判若两队 我们希望中国队呢 在今天的客场比赛里边 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国人面前 今天在这场比赛之前 前方传来的信息说呢 这个现场啊 马斯科的这个球场的草啊 剪得非常短 这样的球飞行的速度非常快 这种草皮呢 非常利于这种 速度比较快的阿曼队的打法 因为阿曼队呢 主要是靠冲击 另外我们讲了阿曼队 由于整个球队战术素养 整体来看呢 不如中国队 所以他今天比赛里边 主要得分手段 很可能是定位球 今天中国队这个比赛 能否取得胜利 那么左路的吴成英 右路的孙继海 应该是中国队 发起进攻的攻击点 那么封线上 杨晨谢辉肯定会被对手 盯人保护盯死 那么中场 马明宇齐红 加上李小鹏 那么在中场的争夺上 对方肯定会照顾的 非常的严谨 那么实际上现在足球比赛 那么两名边后卫 不仅能够做到非常好的防守 那么衡量他的能力 要取决于他能否有进攻实力 那么上一场我们在打 阿联球队的时候 前方的这个评论员的声音 已经传过来了 我们和大家一起呢 来继续观看这个比赛 好 现在我们这个线路啊 是刚刚的接通 我们和大家一起呢 来继续观看比赛 由我们的前方评论员 黄建祥的为大家进行现场的评论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 决赛阶段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 十强赛地组 第三轮的比赛 这是中国队的第一个课场 中国队在阿曼的首都 马斯卡特的 苏丹卡布斯体育场 迎战阿曼队 这是中国队的第二场比赛 今天中国队穿的是红色的球衣 这场比赛呢 是阿曼队的第一个主场 所以今天 苏丹卡布斯体育场 上座率很高 到场来大约有四万名观众 今天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呢 和第一场比赛 三比零战胜 阿曼队的比赛相比呢 只是由二十人号谢辉 代替了十号韩尔东 但是韩尔 报名 参加了这场比赛 他是在大名的十八人里边 作为替补 预计他在后面比赛中呢 还会上场 其他队这场 中国队的队员没有变化 门将上是呢 还有江津 后方线上呢 右后位是七号孙继海 然后中位是范迪和李北方 左后位是吴承英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是阳神犯规了 中场呢 右边是十八号李小鹏 中间是八号李姐 十九号齐鸿 左边是九号马蜜语 丰县上二十号阳城和二十六号谢辉 中国队排的是四四二的阵容 那么今天中国队呢 在替补席上呢 有安琪 杨普 杭海东 于公里 苏玛珍 曲莫和杜威 本次十将赛呢 每场比赛 每个队可以到十八个队员 那么随国家队一起来到西亚 参加课堂比赛的其他队员 张恩华 陈刚 欧楚良 张昱宁 邵嘉一 钦斯 等几名队员呢 今天是在看台上 为自己的队友诸位 今天呢 阿曼这个首发阵容是这样的 门将是一号苏莱曼 其他队员有十五号纳斯 十号法兹 三号法利德 十四号达比特 十三号摩哈摩德 六号法利德 三号是瓦利德 八号萨勒 七号加 阿曼尔巴克齐 十一号塔基 和九号哈普多拉 阿曼队的第一场比赛中 在客场0比0 逼平了卡塔尔队 这是他们的第二场比赛 同时 也是他们的第一个主场 那么对于中国队来说呢 今天是第一个客场 今天 阿曼的首都马斯卡特的 最高气温是摄氏36度 最低温度是摄氏26度 湿度呢 在30%到80%之间 比赛在当地时间晚上 7点15分开球 这几天呢 应该说阿曼的天气 是比较凉爽的 但是从昨天开始呢 温度有一些回升 中国队队队队队也感觉 刚到阿曼队那两天啊 训练起来的感觉 是非常的舒服 这两天 特别是今天的感觉 稍微有一点闷热 但是呢 应该说和我们国内的 一些假A的赌场像 武汉啦 深圳啦 广东啦 上海相比 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队员们都表示这样的天气 不是影响他们比赛发挥的理由 队员们的信心显得比较足 中国队回来开场之后 第一个脚球 我们看到是四号 吴承英打到左边那侧 把这个脚球用他的左脚内侧 对方的文件苏勒曼 双全把球打出去 阿明宇跟外围打球再传进去 第一次同学会 这是中国队开场之后的 第一次射门 今天阿曼这排的仍然是 352和532之间 转换的这样的基本阵容 他前面排的是 14号升高1米87的 打比特和11号 塔基 他的中场呢 左边是7号 就是现在拿球的加马尔 右边是15号纳斯尔 中间呢是8号 法勒姆 9号阿布图拉 10号法兹 他的后防线上呢 左边盯人的是6号 法利德 右边盯人的是3号 瓦利德 头后的是 13号 马尔默德 阿布团队刚才呢 有名队员受伤下场 看来现在要换人了 他的6号 我们看一下 好像是他的6号 厂商队长 法利德 刚才呢 与杨诚相当受伤下场 现在是换上了19号 纳比尔 杨诚强行突破 赢了一个任意球 在右路的 禁区线平行的位置 是谢辉的突破 造成对方的犯规 赢了一个任意球 这是中国队呢 比较好的分机会 这两天的训练当中 中国队也比较注意 两侧的高速团中 门前的投球重点 我们看到两个中尉 范志毅 李悠松 都到了门前 还有谢辉 杨诚 其中谢辉 范志毅 李悠松 赢完投球是最好的 西红海发这个球 给进去 投球 对方的后卫呢 抢到了杨诚的前边 球打到他的肩膀上出来 他当然是判杨诚犯规了 今天的主裁判 还有两名助理裁判 还有第四官员 都来自马来西亚 观众朋友们 比赛呢 已经进行了将近15分钟 场上比分是0比0 19号纳比尔 替下了6号法利德 这是阿曼队开场 不到15分钟 就被迫做出的一次换人 对方猫顶啊 谢辉这个球呢 没有处理好 本来是想直接 推直线给杨诚 18号李小鹏 我们征求了李小鹏本人的意见 尽管在各种官方的文件 以及他本人的护照上 写的是李小鹏 他宁愿习惯 对大家叫做李小鹏 26号谢辉 在第一场比赛中呢 他没有能够上场 现在中国队的队员呢 每个人都憋足了这儿 有着很强的球战欲望 同时呢状态也都不错 因此主阶段 李小鹏的围体呢 在排兵不正常 不存在任何的麻烦 他的麻烦可能更多的来自于 要调配好的手下这些 斗志很强的 都很想参加比赛的队员 谁赏谁补赏 对他来说现在是一个 需要解决好的问题 杨诚刚才这个球没有带好 7号是阿曼队的加马尔 他在左路 动手的时候呢 收回来当左边后卫使用 进攻的时候呢 他们是保留三个后卫 现在是19号 纳比尔 13号摩尔德 右边是3号瓦利德 刚才这个球是越位了 26号协辉 在封线上拿球 在回敲的时候 这个球大了点的 马明宇把球断掉了 北阳前 没法往里走 协辉传州 这方的后卫投球解围了 10号是阿曼队法兹 中央队击破了 这球断下来 好的 吴正英这个球尽管难度比较大 还是把球准确的传给了马明宇 马明宇和李铁做了个配合 吴正英 在左路 13号摩尔德 即时补位把球铲出了边线 中国队的接外球 阿曼队的球员呢 应该说在技术上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的球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队员的技术比较细 身体的协调性比较好 但是整体的打法节奏他们不是很快 另外呢这个队里边呢有不少队员啊 有非洲血统 这个机会 越来越了 来自马来西亚的助理裁判聚集 阿曼队拉 14号达比特 是他们队中身材最高的队员 因此呢他们的爆发力是相当不错的 而且控球的时候现在很有零性 非常的协调 江城在右路拿球 这个球对方关门防守的时候呢 好像是用腿别类向阳城 但是他竟然没有理睬 别落了 14号达比特 他现在带起了队长的秀标 中国队在第一场比赛 主场大胜阿联球的比赛中呢 表现出了非常好的传接球的能力 队伍呢也显得非常的团结 应该说目前这支队伍仍然保持着 非常好的战斗力 同时呢 队伍内部的凝聚力也相当不错 对于一种对于一种集体项目的球队来说呢 队员相互之间 是否真诚的团结合作在场上啊 打开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应该说第一场比赛中队表现出那么好的团结球的能力 团结球的质量和效率那么高 控制了局面 掌握了主动 也是队员们相互间真诚的团结合作 积极的跑动互相接应 该传就传该接就接 那么形成了一种很好的局面 那么现在呢 如果能够把这种势头保持下去 对中国队的比赛是很有利的 现在中国队获得开场之后的第二个脚球 李小房 这个球比较比较高 在后脸上对对方的门将苏莱曼直接没收了 阿曼队在98年的曼谷亚运会 曾经和中国队交锋 当时中国队是6比1大胜阿曼队 好大反约队的战术 对方的门将苏莱曼出击的很及时 我们看到刚刚吴振英和队友 好像是范之义 做了一个非常果断的反约队的战术配合 尽管对方门将出击 瓦解了这次进攻 但是这种打法呢 还是可对方的遭遇的战术 一种威慑 阿曼队快速转移到了右路 没有传高球 但是传了个低平球 在维赛南打在自己的队友身上 阿曼队又把球转移到右路的控制 15号纳瑟尔 吴振英在防守他 脚车 这是阿曼队的第二个角色 我们刚才介绍了在98年曼谷奥运会场 中空队曾经6比1战胜阿曼队 那支队友当中的11名队员现在在今天的阿曼队当中 不过这两年的阿曼队的进步是很快的 他们先是在马卡拉 在调整下呢 淘汰了蓄雅队打进了10强赛 紧接着他们在斯坦吉的调整下又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看这个角球 将近把球打出来 将近这个球呢 打在了一个很危险的地带 在门前的正面 好在落点上是中国队的队员把球破坏掉了 这两天阿曼队的进攻呢 除了加强防守之外 重点的进攻套路练的就是角球和任意球 一般若对打强队呢 比较易中于角球和任意球的得分 阿曼队把球分到左路 这个球没有能够传好 阿曼队的主战连斯坦格呢 来自德国 他在83年到88年曾经担任过 东德 前东德国家里的主战 这是个机会 阿曼队没有人能起脚 再打 太可惜了 这是对方赫王线 一次失落一段阳城 赢到这个球的时候 没有直接起脚打门 而是脱离了一下 中队的 吴承英在第一场比赛中吃了一段黄盘 那么他今天又吃了一段黄盘 这样那么 他下一场比赛 在客场 对卡塔尔队的比赛当中呢 就无法上场了 这是今天比赛中的第一个黄盘 我们看杨诚这一下 对方的队员呢 转身还是很快的 很快的 风堵到位了 这样杨诚呢 又处理了一下 再打门的时候 已经没有角度了 我们介绍阿曼队的主角 斯坦格呢 曾经担任前东德国家队的主教练 他在柏林赫塔队呢 发现了德国足坛的一位 优秀的中坛队员 达斯勒 后来呢 他还曾经到澳大利亚 执教澳大利亚的一家俱乐部队 扑斯光荣队 并且在队获得了澳大利亚的冠军 他是在两个多月以前 接手马卡拉担任 阿曼队的主教练的 他自己呢 这两天 在接受阿曼媒体的采访的时候 一直很高调 对这场比赛充满信心 他认为他会给 他带领的球队 会给中国队制造麻烦 会搅乱地组的格局 当然他也认为 阿曼队现在要弹世界队的出现 还为时上榜 上半场进行了 将近25分钟 比分是0比0 应该说前25分钟呢 中国队打的还是比较平稳 比较正常的 队员们的心态呢 看上去还比较稳 而且在场上的动作来看 确实没有因为紧张 导致动作的发僵 和传接球的失常 在这种温热天气下比赛 的确需要 把球控制好 过多的丢球 那么对自己的体能消耗 是很大的 另外呢 阿曼的 苏德卡布斯体育场的草皮呢 很有特点 它的草是 短而密的一种草 紧贴着地面生长 那么这种草皮呢 弹性比较大 球在上面滚动速度比较快 把名女中场横向转移 给李小鹏 挑球过人 传进去 机会了 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我们看到李小鹏刚才这次机会呢 创造的非常好 骑红在后边插上 投球顶得稍微正了一点 顶得很有力量的 太正了 被对方的文将苏格曼 拖出了底线 脚球 这是中国队今天第三个脚球 也是开场之后呢 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 获得的脚球 这边脚球还是吴正英来踢 前点蹭过去 但是后点呢 没有赶到位 非常可惜 还是中国队的脚球 再给进来 10号法斯投球顶了 顶出了边线 那么中国队呢 今天呢 开局的心情还是比较平稳 场上队员发挥啊 比较正常 那么在这种闷热天气下呢 的确是体力的分配啊 战术的运用是非常重要 我们看到呢 到目前为止 中国队的进攻质量 威胁性还是要强于对手 这是一种好的征兆 在前25分钟里 唯一不好的是 吴正英已经吃了一张黄牌 而对方今天似乎 主攻呢 又是在他这一次 左边拉扣 包抄 包抄的没有到位啊 吴正英这个角呢 也是想都一弧线 给后点没有 赤正部位 这个球踢得太大了 上半场 27分钟 这个时候可能是队员们 身体上感觉最难受的时候 阿曼队总的来说呢 攻防节奏并不是很快的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看到的是 我们从阿曼的首都 马斯卡特的 苏端卡夫斯体育场 为您现场直播的 世界杯预选赛 亚洲区 中国队同阿曼队的一场比赛 今天穿红色球衣的是 中国队 场上比分现在是0比0 比赛是在当地时间的晚上 7点15分开始的 阿曼于北京的时间 时差为4小时 从前27分钟 比赛情况来看 中国在今天发会比较平稳 没有给对方 什么太好的机会 而自己的进攻组织 也还比较正常 阿曼队的8号 在中场选手当中 是比较靠后的 基本上是相当于后腰 他的身材呢 不是很高 他的位置正好和 中国队的前腰 骑红队上 财队员吹 离铁犯规了 离铁是想挤一下对方 把球留给后边的骑红 来抢断 在身体的对抗能力上 中国队是占有明显的上风 但是呢 财队员的这个直发尺度 这松紧呢 对中国队的身体优势的发挥 会有一定影响 他不需要偏袒 只需要把尺度吹紧一点 对于中国队来说呢 这种身体的优势啊 恐怕就要相对来说 抵消一些 很危险 我们说了 今天阿曼队的主攻方向呢 就是放在 中国队的左后位 吴长英的身后 他先是攻自己的 左路 中国队的右路 将重心吸引过来之后呢 大范围的斜船转移 打吴长英的头后 让埋伏在那边的 15号纳斯尔插上 这个进攻线呢 他今天已经用了多次了 而吴长英现在那边呢 已经有一张黄牌 这一点恐怕中国队啊 及时的调整一下 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孙几海这边相对来说 对方现在好像攻势比较少 14号打比特 抵消能力不错 这边没有犯规 14号迪北松 主材办的扫音响得比较及时 阿曼队的19号 纳比尔刚才在最后 是对阳城反规 中国队的主加弹 米鲁军罗维奇 在场边通过翻译 向队员大声的 做着部署和调整 上半场比赛进行了 30分钟 050秒 比分0比0 杨晨回来接应 阿曼队在中国队控球的时候呢 防守收得也比较快 而且收得很大 离铁 杨晨把球断了下来 把鸣鱼 西红越位了 今天齐鸿仍然是作为前腰 在两名前锋 杨晨和谢辉的身后 试机的插上 获得上门机会 刚才那个投球 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得分机会 不过可能由于投球公门的距离 离球门远一点 他是想顶得大力一些 所以角度不是很凋 他们的脚下技术还是有相当的特点的 另外呢 他们这种地面的传接球啊 速度很快 从这左路 几个人协防 但是对方呢 在局部形成了多人的反复的抢劫 请好加曼 他们这个控制球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还是给到了右路 传进去 这个球呢 没有传好 但是他这种 进攻的套路啊 应该说现在比较清楚 而且有一定的危险 吴正英头后或者身后这个空档 他们或者是打过顶球 或者是拉出来之后呢 在地面的大范围的转移球 好了 李小鹏这个球空档找的不错 李铁呢 这个球没有控制好 李小鹏 反规了 阿曼队的7号是加马尔 李小鹏被出示了一张黄马 这个球呢 其实不是一个特别恶意严重的反规 是被对方打球摊过之后呢 站在原地阻挡了一下 李小鹏抢断之后交给了马明宇 马明宇这个球没有带好 没有机会了 今天中国队队员在这个场地上 停球啊 感觉不是特别适应 因为 它的这种草呢 是贴地 贴得很紧 但是长得又密 又硬 感觉这种地滚球啊 或者是这种贴地 贴草皮的这种射门啊 球的速度会比较快 无论是传球还是射门 停球的时候 都有一种球打角的感觉 那这对中国队来说呢 提出了一种新的要求 在接球的时候 要格外地注意 但是呢 在传球的时候相对来说 又有一定的好处 不需要格外加力 这个球就能够传得比较快 好的 马明宇 要了一个脚球 刚才中国队通过反复的倒角 左前马明宇拉到了右前方 只是马明宇的这种绝对速度呢 向来就不是很快 这个球无法闪开角度传中了 他还是很聪明地要了一个脚球 从刚才那个近镜头看 马明宇正在喘粗气 大概 现在上面场35分钟 大概这个阶段是队员们 体能上普遍比较 差 比较难受的时候 那么定位球呢 一个可以调整一下呼吸 再一个可以发挥我们的身高和投球的优势 看看 这是上半场 第四个脚球 吴正英来踢 太靠门里了 对方的门将苏拉曼把球没收 调表员看离铁犯规 阿曼队的任意球发得很快 趁中国队队队员好像还没有到位 好在离铁呢 及时地追了上去 把球铲出了底线 阿曼队获得上半场第三个脚球 阿曼队这两天的训练呢 在进攻手段上 重点就练的是脚球和任意球 他们的脚球呢 一般是打前点 争取蹭到第一点 在门前乱中获得机会 上半场37分钟 第三个脚球是0.0 阿曼队的9号是阿卜杜拉 阳辰在左路套边 我们看这个球落地第一下 弹起来之后是有一个明显的前冲 应该说这个场地的草皮是相当好的 但是它的特点呢和我们国内的这种常见的草皮啊 不太一样 草比较短 吴正英 自己往里走 这一方的鞋阀不错 李铁把球回交给李伟峰 孙几海 谢辉投球送回去 阳辰越落了 这个越位判夸的 应该说比较清楚 今天上谢辉呢 主要是用他的投球 争取在高空能够获得机会 或者是同伴制造机会 这就是阿曼队的主将联 德国人斯坦格 他在赛前的言论呢 显得极为自信 那么现在上半场呢 将近39分钟了 底分还是0.0 阿曼队自然啊 这个身体还是相当的灵活 变向转身 急停急转呢 他们是有一定的特点 中队防守他们的时候呢 可能狠扑第一下啊 比较危险 杨辰前场争得皮球 谢辉在接应 现在是二打三 杨辰自己走 起脚射门 我们看到杨辰这脚射门的质量 还是不错的 而且呢 球速很快 是面对对方 两个队防守 强行摆脱射门 谢辉刚才呢 是跑到了中路 压着对方的一名中尉 刚才门前呢 显得这 中国队两个队员和对方 三个后卫 挤在了一团 上半场 四十分钟 比三还是零比零 孙几海往前送一个直键 对方的后卫 把球破坏出了边线 十九号是纳比尔 他开场不大十五分钟 代替受伤下场的六号法力则 李小黄很好的机会 送进去 对方的后卫 投球凑合一下 这个球啊 好像是 谢辉和杨晨 跑到了一个点上 结果谁都没有碰到这个球 又叛阅位了 看李小黄这脚 传球砸到对方的肩膀上 按理说应该是一个角球 但是叛了队员的阅位 阿曼队九号阿卜杜拉 左脚的射门大飞了 阿曼队这两天 除了定位球的进攻射门 训练之外呢 还练了25米到30米的 这种中远距离的射门 这个队里边呢 有几名队员 像十四号达比特 十号法兹 他的小腿爆发力是很强的 很危险 身体还把这球断给了队方 队方那怕打了点球 这个球啊 一个大意啊 先是李小黄在颠路 胸平球停出界 然后在队外面好像显得有些疲动 对方的阶线球发得很快 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在左路突破之后传到门前 这个时候 离铁跑到钢圈板球 突破出来 我们再看一下 孙继海这一停呢 停的大了 又被队方拿到 在禁区里边 两个人防守的时候 十四号达比特呢 好像有一点表演的成分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球他们还诡乱地 怕了点球 中部队应该说呢 在这次失误之前啊 表现得一直不错 但是 队友们 在三十五分钟以后啊 好像是纷纷地 先后出现一些 精力不集中的现象 那么被对方抓住了一次机会 主台犯判了一个点球 在这个点球之前啊 阿曼队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射门 但是现在呢 中国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就看门将将军的了 对方爬球的将是 十四号达比特 球没有进 运气太好了 将军是用右拳 打了一下这个皮球 结果球 改变方向之后 打到了门路上弹出来 但这一把球破坏掉了 将军立功了 将军的判断很准 再看一下 十四号达比特 出跑 起脚 将军 右手 手掌轻轻的一碰 这个球呢 改变方向 打到了门路上弹了出来 中国队可以说是 逃过了一截啊 上半场都 四十四分二十秒了 阿曼队发小球 中国队这个时候呢 希望能够 对这个点球啊 刺激的 能够清醒一点 振作一点 还是阿曼队的角球 刚才二双号门将 将军是立了大功 看看现在队友们 能不能够 协助他保护好 中国队的球员 上半场已经四十五分钟了 李铁这个球 踢得见高不见远 门前出现混乱 将军出来了 好了 将军这个出击 是非常的迅猛 坏解了险前一个大小 给前面杨晨 杨晨停球 护住 这个球他本来没有理解 对方明显是一个犯规 他用一个牺牲战术 自己和杨晨同时摔倒 但是他旁边还有队友 这样可以拿球 中国队呢 应该充分的考虑到 客场比赛的这种 种种不利因素 在场上呢 要冷静 同时呢 要能够沉着的应战 打出自己的水平来 我们已经看到了在亚洲区的世界队预选赛里边 像A组的沙特队在客场中 伊朗队比赛的时候 伊朗队所得到的第一个点球 那种判法 那么中国队应该 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上半场比赛已经打了46分钟了 现在呢 阿曼队呢 好像 气势比较少 尽管他们射丢了一个点球 但是呢 他们现在感觉到 有机会 中国队应该能够 稳一稳 把上半场的比赛 拖过去 在下半场呢 我们还有郝海东 还有余根伟 孙继海 刚才那一次险情 应该会让这位优秀的球员 能够打起精神来 孙继海的能力是不成问题的 刚才那个球 多少有一些大意了 今天中国队要格外的注意 对方的任意球 脚球 包括接外球的这种快发 抢发 上半场已经将近47分钟了 这段时间阿曼队控球时间比较长 在进攻上显得比较主动 好的 范迪球断得很漂亮 孙继海把球 查给了李小鹏 主材办一声